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 潮人劳伦斯 让你又成又能捡便宜 准备好你的供物袋 一起去Shopping 劳伦斯身兼造型师 与时装杂志编辑十年经理 还曾帮蔡依林 李玉芬 燕爵等艺人做造型 因为尝到曼谷扫货 跟曼谷旅游很熟悉 最高进屋一年就造访泰国九次 出过两本泰国旅游书 这次爱玩客就要跟着他横扫曼谷 把所有物超所值的好物 统统翻出来 老板是从捡潮或捡到饭店来 这是哪一招啊 捡潮或捡完 住的当然也要住很潮才可以啊 哇塞 十一住行每一方面都要顾到 不亏是潮男 那这间饭店呢 到底有多潮 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它其实 之前都是只有在欧洲才有 所以亚洲第一间就在曼谷这里 对 而且它厉害的是 它有小W支撑 小W支撑 你说 诶 这个不是那家很有名的hotel吗 对啊 这家不便宜耶 在台湾的话 一个房间至少也要一万块以上起票 最普通的房间 最普通的房间 对 但是在这边呢 这个号称小大陆的N-O 它却只要 大概台北的三分之一的价钱 就是大概四千出头 你就可以住到了 你没听错 只要台北三分之一的价格 就可以入住曼谷小W Hotel 我在苏坤卫路11巷 离捷运NANA站走路10分钟 这是W Hotel集团开的另一家精品饭店 融合普普丰和时尚感设计 同样高品质管理 却是独卖的优惠价格 据说连Check-in的房卡都是独创 这房间很厉害 怎样怎样厉害 因为啊 它就是 你在掏手机掏什么 它就是用这一个手机 哦 饭店我们刚刚在Check-in的时候 它就给我了一台手机 哇塞 他们饭店的手机当房卡来用哦 对 你赶快秀一下 到底怎么样进去啊 噢 这个鼻声就进去了 哇真的耶 手机器还可以当房卡用耶 当然啦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 用手机来操作这整个房间 当然我们先把我们的灯全部都打亮了 哦 真的 灯也可以耶 哇 还有咧 包括冷气啊 有耶 听到风声了 有有有 冷气 你可以当作一般的手机把它带出去 它里面是有SIM卡的啊 嗯 你就可以直接打室内电话 或打国际电话回家报平安啊 比泰国的时候就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相较于一般的饭店呢 还是便宜 所以它就是等于像是我在这边当地买那种预付卡 对 手机的那种 对对 所以你来这边根本就不用买预付卡啦 又省了一笔 对不对 而且更厉害的来了 还有什么 放在最后面夹 像来东南亚这么热的地方 回来的时候很热耶 回来的时候很闷 而且我们在外面又已经 大包小包购物有没有 那怎么办 可是 你有想要回房间的时候呢 它就是 房间就凉凉的了 我就可以用手机 先把房间的冷气先打开 哦 对 然后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凉的了 所以它还可以远端遥控这样子哦 对 没有错 哇 我觉得这个还蛮炫蛮酷的 因为你就是手机可以这样子有很多功能 在里面 而且这样子拿出去的时候 感觉真的比较顺 对啊 你不会像做一张房卡的话 那么容易弄掉 曼谷四季如下 就算冬天来 也是三十几度高温 热啊 这个手机房卡 实在是太贴心又太实用了 既然都来了 好啦 现场加码大放送 接下来史无前例的好看BONUS 保证有看头 神神秘秘都还没有出去玩 你说有什么好看要秀给我啊 哎哟就是我用这个订房网站订房啊 它一定可以订到最漂亮的价钱 因为只要通过这个网站啊 你当天订房啊 如果你在这个网站上面订房 对 如果万一你发现 诶有其他的网站啊 比家 比它还要便宜 诶 你马上把它用快拍拍下来 寄给网站 网站还可以保证这个退款给你 你说买贵退差价是不是 就是这个我怕是买贵退差价的 对… 了解 所以我搜寻过后就是 这间饭店的价值最便宜最漂亮 所以我就带你来 所以我如果想要什么捡便宜的话呢 我只要到这边 都可以找到最优惠的价格 没有错 要是你在其他住房网站 找到相同日期 相同房型 比这里订的房价更便宜 别客气 按下荧幕截取画面 依照网站说明 申请差价退费 这样的好康当然要補给你知道啦 接下来这货更厉害啦 不但款式独卖 价格呢 保证让你现赚两张千元超 我现在先带乙乙乔来到的这间店 就是拍立德基专卖店 这真的是很多 潮人心目中的时尚小物耶 一定的 但是呢 这边的拍立德基 跟台湾 日本完全不一样 你看它墙面上 什么颜色都有 蜘蛛人的也有 乳牛的 点点的 各式各样彩色的 很Colorful 是不是很泰国啊 它价格你知道 拥有的人不是很多 因为它价格也有点小货耶 据我所知啦 台湾最一般的机种 至少要3500以上 那你看好像这个蜘蛛人的限定版的啊 它这边才4000块耶 而且你看这一台这么大台的 是拍大张的拍立德了 在台湾根本没有 没有出 没有 没有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它才3000块 这一台这么 那我一定要马上买一台啊 对啊 是不是 在相机界有把妹神器 封号的拍立德 外形圆润可爱 女生看了都未知疯狂 有人就是喜欢享受 在手中慢慢咸饮的乐趣 迷上可以在空白处签名 别具意义 这家位在新罗广场边的 拍立德专卖店 价格不但比台湾便宜 而且款式独到 能找到很多连日本都找不到的绝版品 难怪成了拍立德迷的朝圣地 诶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一般卖的黑白鸡 你看它这边才卖1990泰铢耶 哇 然后上面是有特别比较鲜艳颜色的 也是2000块出头铢这样 你看少女们最爱的就是粉红色的 这一台根本就是我的啊 对啊 这是爱玩客里的颜色啊 这种是桃红这种是粉红 诶 我已经找到我的客户 你们是拿那个台湾来的吗 对啊 所以你们也是来今天特别要买这个拍立德基 对啊 你知道买了自己又还是要送人吗 送女朋友 哦 我就知道 你看 所以这种东西是不是男女皆宜耶 对啊 男生就买来送给女朋友 女生就拿来就是等着这样不收 那你之前在台湾的时候 为什么就是觉得价格太贵 因为台湾的款式不多啊 真的啊 那女生都会喜欢 喜欢像这个 比较缤纷的颜色嘛 哦 果然 而且价格好像也有差 你之前在台湾看到那多少钱 好像比较贵耶 大概3000多块吧 这里大概1900起掉 好 讲了这么多啊 到底准备办哪一台呢 送给女朋友 我应该会买这一台 确定了就是这一台了是吗 对啊 哦 果然就是缤纷色系 很多选择 好 赶快付账吧 那你要当我女朋友我就送你 蛤 是大纸现场找的吗 你是买起来游行用的吗 我怕你在这里朋友 现在在电视机前 就像手机壳会一直推成初心 拍立得也不断搭着 时下最流行的电影 戏剧潮流 设计出色彩缤纷的造型 既然要留念 夜生活当然不能留白 你看 有没有沿路过来 有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这个 有人在喝酒啊 干嘛 甚至是露天的车 凭着啤酒就开始卖了 而且这里外国人好多哦 因为这条路叫做苏苏蜜路 就是算是我们 有点像台湾的中宵中路 就是它发展商业 比较热闹的地方 所以觉得外国人来 一定会把它当作一个是 重要的观光体验 好 那我现在呢 就带你去一间酒吧 喝鸡尾酒 蛤 喝鸡尾酒 这样子很shake 怎么了 是鸡尾酒而已吗 泰国听说很多喜奇的东西 有很多花招的 你就带我喝个鸡尾酒 抱歉 我刚刚说喝鸡尾酒是不是 对啊 我现在更正是吃鸡尾酒 鸡尾酒用吃的 对 在所有的曼谷捷运县中 就属苏昆卫站最受瞩目了 因为三号出口走出来 就是俗称酒吧界的苏昆卫路 11下 结结了曼谷当红的时尚夜店 露天酒吧 绝对是夜店咖来曼谷的首选 不过我倒是好奇 到底鸡尾酒要怎么吃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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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用吃的耶 它白汤匙耶 白汤匙 这边芒果老油粒 然后现在这个是 这个就是芒果泥啊 先把它放到 水里耶 为什么 哎 好 点满谷的 点满谷的 好 点满谷的 好 点满谷的 鸡尾酒 这个是奈酒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做 那个菜鸡那种东西 好 好 然后它加了 然后它加了 清气 对 它刚刚一放下去的时候 那个芒果泥啊 过到水里 以為說會散開融派 沒有耶 它下去很像 很特別很像那個 一個氣泡一樣 就在水裡這樣浮哇浮的 但是還是維持著它那個 一個圓圓的身上 像一個水球一樣 很像那個雞蛋的蛋黃在裡面 真的很甜那種感覺 其實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奔子料理 女生聰明 原來這就是奔子料理 對 它把它製成雞尾酒 所以是奔子雞尾酒是嗎 對的 簡單來說奔子料理就是把酒或食材 透過物理和化學的原理重組 打散原有的樣貌質地 魔幻般的呈現在你眼前 重視味覺更重視視覺 只是雞尾酒要怎麼吃 我還真摸不著頭緒耶 好 妳要不要趕快來試一下 有 要試試看 因為聽說奔子料理特別的 就是要改變那個素原本的口感 是 妳看 剛剛妳說像蛋黃一樣 它這個泥真的會動耶 它這個泥真的會動耶 好 妳先吃一下囉 如何如何如何 妳放心可以不要咬破喔 好 聽聽吧 一體咬破 一二三 這製作奔子料理特別的 就是要改變那個素原本的口感 嗯 如何如何如何 你放心可以不要咬破喔 好 聽聽吧 一體咬破 一二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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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咬過就是 沒有爆漿的感覺對不對 其實就是 這算是那個爆漿芒果彎 好酷的意思 它是麥克風的 是麥克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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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已經也經過變化了 看起來變得像慕斯一樣耶 是的 這邊是塔 這邊是麥克風的 好 哇 真的就完全变慕斯耶 蘋果慕斯 而且就是融化在你的嘴巴里 看法两极的分子料理 有人当作是新潮流的分子美炫 有人却觉得太过加工 违反食物自然状态 不管如何 这个让我眼汗口都错乱的魔法食物 真让我大开眼界 接下来的重头戏 劳伦斯可是要嚼 因为他瞬间造型师和时装杂志编辑 还曾为蔡依林 李玉芬 严爵 肖敬腾等艺人做造型 来到曼谷时尚之都 大师出手 评价也能穿出时尚感 我们来到泰国曼谷 我发现泰国人算就是感觉 又很温柔到合线 所以他每个女生都很敢穿耶 就是身上都很大胆 很花俏 然后那个手势都每个在比大的 那个耳环都快要那个 把整个耳朵拉下来了 对 其实台湾女生在穿着上面 因为我觉得略选保守一点 保守 怎么会这样子 对 那如果是泰式妹妹要穿着这样子 很有活力 像我们爱玩客这样子 很活泼的感觉的话 我要怎么样穿呢 教一下 很简单啦 我今天呢 带你看我们背后这个品牌 可厉害了 你不要小看这个品牌哦 这品牌可是在1995年的时候 就在伦敦走过时装周了 它在伦敦啊 甚至欧洲 日本 香港 都有设柜耶 想要当个潮女 一定要来逛这家泰国本土品牌 原本只是一家少女装店的Fly Now 强烈的奢华设计感 不但打入欧洲市场 而且还在伦敦举办的泰国时尚周上 展露头角 在巴黎还有开设分店哦 是泰国第一个 撼动国际时尚的品牌 你看 像这样子 哎 比较K-9 而且有那种就是 低调总有设计感 这几件肯定应该可以过关 这一条一条厉害 拿出来 没错 第一套 假日休闲妆 适合郊游 踏青 还有去动物园玩 你看童青外名加上动物纹 非常地时尚 有没有符合主题 没有 上衣又这边太宽松 太宽松啊 就显得就是没有精神 假日不是要活力满满吗 我想平安心 就又没有精神的感觉 所以不对 好 妈妈 有没有 有没有 六狗装 不管是下楼要买东西呢 或者是去倒垃圾的时候 都非常适合 轻松方便又休闲 而且一套就超好了 你看 第一 肩膀太宽 对 完全没有修饰到你的肩膀 第二 因为它是连身式的 你的布料又太软 所以整个人呢 看起来呢 又是非常这边很大便 上大屁股 有女生愿意穿着上大屁股 大神婆吗 已经变阿嬷酷了吗 对 已经变阿嬷酷了 没关系 屁屁完了吗 讲完了没 再进去吧你 我不要看了 亚洲女性大部分都是离行身材 尤其是久坐办公室的OL 大屁股 宽肩膀 腿部不够修长 不知道是多少亚洲女人 穿衣的梦魇 想不到劳伦斯 竟然有办法解决这些镜头 怎么样 我换好啦 但是 是我穿的有点 对 要再省微整理一下 希望帮人稍微拖一下厨 其实衣服我看就是 因为设计师有设计师的剪裁 对 它会有一些特殊剪裁 它是需要你用一些 不一样的方法去 像你看它整个 你刚刚拿出来是一个大块 一块大的一片单肩 然后这个呢 我把它拿出去很高 你看你的腰子 整个就出来了 腰身 整个腰身就有了 腰身就有明显了耶 而且很多女生看到这种衣服 会觉得好有女人味喔 但是就很怕穿不好 就是因为它这种垂坠的设计 你一摆不好 就是很像衣服很乱 没有整理的感觉 会啊 其实它就是很简单 我觉得只要是搭比 就是说你拉一个鞋边 千万不要去做拉两边的 因为这样子会显得你肩膀更快 所以这样稍微注意一下穿法 就可以解决这件 我们觉得很难穿搭上衣的问题了 对 而且它的裙子很可爱耶 很亮还是百折的耶 对 而且你看它的裙子 就是它这边的剪裁 有稍微做高低不一样 它刚好遮住那个 你知道很多女生会有胖胖腿 尤其大腿内侧比较肥的话 刚好中间这一片被遮住 对 尤其是走路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腿型啊 或者是整个身型 就会被修饰的比较好 哇 所以它这个设计 还有帮忙修饰身型的一些巧思在里面 对 那接下来第二套呢 现在已经解决了 快快帅第二套 很极简就是两件而已 对 因为第二套的主题呢 我也是想要让你变得说 比较像 你刚刚说像泰国妹妹她们都穿得很亮 对啊 所以我特别选了一个 亮橘色的上衣 这一套我喜欢 是不是 就是因为颜色很亮 对 而且其实它是直条纹的人 所以 直条纹的设计 那它穿起来呢 就是会让你的上半身 非常的很挺很显瘦的样子 对啊 我觉得这套穿起来效果超好的 就整个人就是这样直直的 像竹竿一样 就是很瘦 而且啊 我还帮你准备了一个配件 哦 这我刚刚有看到 这个我可以戴吗 你可以戴上去啊 是吗 你看你戴上去的话 立刻又变不一样了 就从都会手女变成时尚文青 没有啦 还是很时尚 还不错吧 对 有吗 现场 觉得还不错哦 很有气势的感觉 这有那种好莱坞那种感觉 故意都是要戴得很夸张 对 对 果然 看大师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穿上登上国际本土服饰 我是不是也有点 Superstar的感觉呢 在曼谷旅行 天气热 下午开始活动才是王道 最精彩的蘑菇余光夜市啦 有名气的夜市 你以为只有烤山路和恰都恰吗 今天劳伦司要介绍的 可是台湾旅游节目 首次曝光的火车夜市 今天怎么跟我戴一样的眼镜啊 我告诉你 今天知道搭配这个潮人 我特别去买 而且在泰国 这一副才200块 哇 那真的被你捡到便宜了 真的吗 你在台湾 我在台湾买了600 哈哈哈哈 整个是我的三倍 看我这一身行头啊 就是从这个市集的隔壁 夾都夾士奇买过来的 对啊 我正想问你 我知道旁边那个夾都夾士奇 就超好逛 超大超好买 很多方法都都会去 没有错 你为什么不是带我去那边 是跑来旁边这个市集啊 夾都夾大家都知道了 有什么好去的 我今天带你来这边啊 这一个火车市集啊 不得了了 人山人海 你看我们后面这些人潮 不得了 现在都几点了 都几点了 在将近16点了 这边人还这么多 人还不愿意散去耶 曼谷最好火车复古夜市 没有正式的确切地址 在夾都夾周末市集附近 从地铁站1号出口 步行10分钟可以到达 每到周末下午4点 很多摊贩 就会开着吉普车和货车 来这里摆摊 上摆摊的老家具 白券玩具 二手用品 鼓着衣 导致你逛到腿软 甚至听说价格只要外面的一半 而且有一个特点喔 我发现喔 去夾都夾很多观光客 可是这里喔 我们在沿路走过来的时候 幾乎都是泰国当地人耶 对 都没有观光客啊 所以这边呢 就是卖给泰国人的价钱 所以我们来这边呢 就可以真正的捡到便宜 夾都夾大家都知道了 有什么好趣的 我今天带你来这边啊 这一个火车市集啊 这边呢就是卖给泰国人的价钱 所以我们来这边呢 就可以真正的捡到便宜 喔 太好了 诶 等一下 我看到了 这餐我喜欢 诶 先看一下好不好 诶 啊 它这个都是新包包耶 可是它就是创意 喔 创意商品 对啊 就是 诶 这个是那个 要打版的嘛 对 打版的 你知道 这是电影啊 打版很可爱的 又又又黑人的装扮 有没有 等一下 我调个频道 我想要换成古典流行乐 就是几点吧 而且它这个 你看做的 这个转扭真的可以转 喔 一般可能只有平面 它自己有个扭扣耶 对啊 真的好酷喔 所以这边就是属于 创意的尺寸啊 可是我还想要再挖一些宝啊 我看前面还有别 我们去那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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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戒指都好精致喔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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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啊你看它写的handmade 全部都是手中自己做的哦 对啊 所以它等于算是自己 可能设计自己在那边摆摊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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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而且看起来 看起来那个泰文前面我是看不懂 你...140 140 好這個價錢 真是太令人心痛了 怎麼了怎麼了 你拿著一下 好你先給我 我今天想說要跟你出來要吵一下 所以我昨天其實有去買 然後我買了這個 你買了眼鏡嘛對不對 不是還有這兩個沒有秀 不就是一模模一樣樣的東西嗎 這個很像嗎 我覺得我的這個應該看起來比較漂亮吧 沒有耶這個看起來比較亮耶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這個買多少錢嗎 這個 這個140啊這邊 我這個250 硬生生貴了100多塊 剛剛這個120對不對 我這個220 哇 你被騙了 不是被騙的問題 是昨天光是看到這個價格 我已經覺得我買到很便宜 超便宜耶 這種價格在台灣這個一定要好幾百塊 沒有這在台灣大概都要980以上 對啊 因為這是純銅的 昨天攝影師不是有看中一個 我剛剛也有看到 他昨天喜歡這個獅子頭的 再來一次 這裡這裡這裡 昨天這個280 現在在這裡硬生生便宜了 將近一半耶 你就知道為什麼在地人會來逛火車夜市 而不會去恰都恰了吧 更誇張的是以下這區 很多想開咖啡店的老闆都會來這裡挖寶 而且聽說竟然還為了搶貨殺紅了眼 可是我們現在走到這邊好像 旁邊是像倉庫的地方 對 其實這邊就是火車倉庫 就是火車市集嘛 那其實它最早的意思就是 它就是廢棄的火車倉庫 所以呢這邊總共就有4條大型的倉庫 然後現在呢這些倉庫呢 就被運用來做賣古董家具的店 好像好多這種大型的 你看那個上面那個古鐘 你看連上面那種好像火車這樣古宅的鐘都有賣 也太誇張了 等我上來 上面還有一個嗎 上面還有一個嗎 趕快上去 看這邊還這麼多腳踏車 復古的 真的啊這些都獨一無二 而且妳看這種大車燈的對不對 還有像這種幾次燈 還有這種我也沒有看過 但是價格 在台灣大概要4到5萬塊錢 對啊 在這邊大概 就殺完價錢過後 大概2萬元出頭 直接就是半價 半價 對啊 而且妳看他還收集了很多像軍用品的東西啊 像那種就是以前美國大兵他們 他們在什麼收留蛋 或是一些無幾的水啊什麼的東西 而且桌椅啊等等的都有 只是一家店而已 就一個倉庫耶 然後品項就這麼多 而且它是數量很多 但是每一件都是單一 而且都不一樣的 對啊 都只有一個而已 因為我帶很多朋友來這邊 我曾經我有一個朋友啊 然後他還在這邊的 其中一間店啊 找到一顆戒指喔 他那時候店家說 那個是MBA的某一年的冠軍戒指 他竟然出現在泰國 然後他開價要賣3萬 但是那個老闆就跟我一直說 MBA Champion Champion 哇塞 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東西 都會在這裡出現耶 沒有錯 美國MBA直男冠軍戒指 竟然是在泰國的一間火車倉庫裡面找到 可以找得到 試過的人才知道 火車夜市可是很多開店老闆必來之處 用一半的價錢買到獨一無二的古董家具 甚至拼貨櫃運回台灣都划算 我看到了一個古董迷看到一定會興奮的東西 什麼 就是這個 對啊 不知道那個 去過歐洲或是有一些地方二手市場 都會很多賣古董相機的有沒有 對 可是他這個真的保存得很新很漂亮很好耶 你哪三年 3.800元 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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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價錢很便宜耶 哇 他連保證書都有耶 說明書 1 2 哦 哦 他說這個是1975年份 這一張等於是他的那個生 那個什麼 出生證明 他都還留著耶 天啊 2,800元 超值的喔 要不要買下來 超想買的 我跟你講這個買下來會翻倍 這個也是一種投資 對 而且其實2,800元買一台攝影師 平常在家還可以自己錄耶 他這個還可以用嗎 OK OK MIM MIM 他這個是 而且他這個也是有多MIM 對 我說他裡面真的是狀態是非常好的 就是裝膠卷的 哦 這回去就是真的可以拍的 是放到很好的耶 哦 這個我真的想要帶回去了 OK 因為之前看到的外面的外裝很多都不優 這個是真的整台可以用的 這整個包得非常好耶 而且很新 而且這一攤很可愛耶 他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我怕這樣賣一些奇怪的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這一攤很可愛耶 他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嗯 我怕這樣賣一些奇怪的東西 為什麼那麼多吹風機 電話 電話也有 嗯 喂 老闆可以算我便宜一點嗎 呵呵 不是 那最好笑的是還有那個吹風機 這是飯店偷來的 呵呵 不是 飯店拔下來的 可以可以可以 喔這個可以吹嗎 我跟你講其實平常我是一個特務 這不是吹風機 他是刮鬍刀 呵呵呵 沒有這個 這個吹風機才復古耶 這個很像家底媽媽才會用的 他幫你看病了啦 他幫你看病了啦 你在看什麼什麼都有嘛 拼他啦 你進來了 你失心瘋了嗎 呵呵 我說拼在 母卡 喔 泰拳 泰拳的時候他也有 好 抱歉 喔 喔 魯坪尼就是他們那個曼谷啊 專門在打泰拳的地方 喔是喔 在比賽的地方啊 所以這個是真的有來源的 所以不如 我來 這不是仿冒是真的對不對 真的真的真的 不如你要幹嘛 不如我來後 給你一個左勾拳 蛤 升龍拳 我 我 我整個疊出場吧 你就這樣疊出場吧 我要去逛下一攤了 好買好逛的火車夜市 因為還沒觀光畫 在網路上的資料極少 喜歡復古風的朋友 來曼谷一定要找機會 來逛逛火車夜市 在曼谷掃貨一波接一波 據說 有間人氣排隊餐廳 打著頂級享受 平價消費的口號 而且分量驚人 有這麼好康 老人士 我有個小問題耶 就是 那一家店 整個就是很高階耶 因為剛剛來的時候 我看到白天還有陽光照進來 這樣子很溫暖很特別 然後裡面就像是那種 我跟法國酒莊的感覺一樣 但是這樣子一直看下來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 消費 對啊 是不是很高是不是 對啊 而且黑紅酒 你還點了酒 天啊 房間一 怎麼辦 沒關係 讓我來為妳解釋一下 這一盤主菜 就是他們店裡面的招牌 招牌菜 招牌菜 就是來一定要吃的 豬肋排份 那妳猜一下這一份 一二三四五 五大根的豬肋排 妳猜它多少錢 光看這個就是分量跟賣相 我覺得在台灣的話 七八百應該是跑不了 沒有錯 但是在這邊呢 只要三百九十五塊 三百九十五不到四百 對 太豬喔 幾乎就是打對摺了耶 打對摺 所以 可是它的口味有沒有打對摺 口味絕對沒有打對摺 我們馬上來吃一下不就知道了 對啊 你看它下面還有沙拉 你怎麼一直忙著吃馬鈴薯泥啊 不是我直接打起來 就是要擺盤 通常我都是自己很講究 所以是要把自己的盤擺好 喔 原來是如此 你知道 潮南呢吃東西的時候 也不是像 像 有在注重那個美感就對了 對 就是形象也要不好 你剛剛一直就說我形象不好就對了 沒有 只是需要練習 我是 我未來擺盤一下 這樣子有沒有很好看的 很好看對不對 美感有沒有 好 接下來 沒有 我要教你怎麼吃啊 不是開動嗎 對 開動啊開動啊開動啊 所以就是 擺完盤之後呢 就把刀叉放下 刀叉放下 對 然後呢 老師有沒有教過 雙手是彎的 對啊 對 所以直接用手 講了半天 還是把刀叉放下拿起來肯嘛對不對 對 豬肉排就是要這樣吃才美味啊 這樣才夠勁啊 對啊 我欣賞你 我喜歡 它的肉其實還蠻多的耶 不是像台灣就是只有一點點這樣 你可以看到這邊旁邊就上面 其實很厚 都是肉 咬到都是肉 對啊 這邊很厚啊 一整塊都是肉 而且它的 它的醬汁很好吃 喔 講到醬汁我就補充一下 它的醬汁也是很特別的 是喔 因為它一般像豬肉排 因為它美式歐美的嘛 他們就會用一般歐美的醬汁下去做 但是他們呢 因為是現在在泰國 所以它廚師 特別添加一些 泰國的酸辣醬進去裡面 所以它的醬汁呢 吃起來也不會 可能很膩啊 或是淋 因為通常一般吃豬肉排 如果吃太多 會覺得它太膩了 一根比臉還大的肉排 剋兩根就飽了 就算男生來也不必擔心吃不飽 來這裡還有一樣必點美食 點擊食材 讓你吃麵包 而且很特別的是啊 一般啊 就是外面我們吃鴨肝 都是吃鹹的嘛 對啊 通常應該是鹹的 對 通常就是鴨肝 香蕉還有培根 然後佐藍莓醬 跟特殊的焦糖醬 所以它是用甜的喔 算是呢 法式融合一點點 泰式創意料理 在裡面的一個 很特別的料理 我只聽到說 第一個有 鴨肝耶 鴨肝也不便宜 而且它你看這一塊 這麼大一個 哇 兩個手指這麼大一片了耶 這樣子 鴨肝的價錢 通常在外面也要 差不多六百起票以後吧 至少給你五百以上吧 對啊 但這一盤呢 只需要三百八十五塊 好超值喔 嗯 嗯 如何 可以在問一口嗎 這是很神奇很微妙的味道 對啊 好微妙的味道喔 它的口感很 很有層次對不對 對 因為你知道香蕉啊 它就是吃起來就是那種 軟軟的啊 甜甜那種滑滑的口感 然後加上那個鵝肝 它是比較紮實一點的 是 可是它那個醬整個 滑在裡面這樣子 很滑溜很順口 對 因為我個人呢 非常喜歡泰國的那個 香蕉煎餅 喔 香蕉煎餅 喔 香蕉煎餅 大家一定要吃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本來就很喜歡吃香蕉 但是我之前沒有 還沒有來這邊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 原來香蕉跟鵝肝是可以搭成一塊的 然後我們還是點了酒 對啊 忘了這樣 這杯紅酒 一杯紅酒只要一百二十五泰銖 好便宜喔 這個才一二五喔 而且最貴的也不過才一百七十五泰銖 半杯 是喔 哇 這像 上次算下來 以這樣子的餐廳的裝潢 還有食物的體質 這個還算是滿超值的耶 很超值啊 對啊 不會耶 價格合理 環境舒適 餐點又好吃 難怪被大家列為必潮餐廳 來曼谷 很多人都一定會掃飯手裡 這次愛玩客 就要帶你來超市掃貨 裡面藏著超多好貨非買不可 出來旅行玩法有很多種 買飯手裡 現在也不只限於名產店囉 我告訴你 像這種當地的大型量飯店 也是很多遊客鎖定要買 普通的好地方 因為呢 不只當地人愛買 旅客在這邊也可以買到 很多很多很豐富的產品喔 像這一間 Big C 是泰國當地最大的量飯店 而且大家愛它愛到 它還出了 Extra加強版 量飯店竟然還有加強版耶 讓你們選擇超級多的 不管是泰國當地的 還是進口的 保證可以讓你們滿載而歸 很多人來曼谷 都會選最後一天 來這家本土量飯店掃貨 想去大包小包的麻煩 而且一定要認名 這家進階版的量飯店 選擇更多 價格更厲害 不信 你看 GoGo 來去… 超市 下次跟GoGo來的話 我就先來帶你們買個下酒菜 聽說這是當地泰國人非常喜歡吃的喔 就是… 登登 這兩包 酸米香腸 都是豬肉的 這個呢 一包呢 28塊 你看它喔 好像是生的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它其實呢 是可以直接吃的 因為它已經發酵過 像那個醃漬物一樣 現在馬上就拆了一個來吃吃看 你看它就是這樣子 小小一個有沒有 小豬肉香腸 而且這個呢 叫酸米香腸 這口味呢 是帶有點酸味的 可是不是像我們吃的那種醋的酸味 在泰國人呢 他們的那個酸啊 很多都是檸檬的酸 所以這個檸檬酸味 除了這個以外呢 很多人是不是吃下酒菜的時候 會配那種什麼 蝦惠仙啊 或是花生小魚乾 那種硬硬脆脆的東西 這邊也有炸豬皮 有沒有看到 小朋友啊 也會把它當零食啊 零水吃啊 可是帶人就是下酒菜 不過當然呢 不是這樣子吃而已啊 就是這個 配辣椒醬 是不是感覺好像很辣 很恐怖有沒有 你看裡面滿滿的都是那個汁 哇 而且清辣椒耶 超可怕的 Oh My God 你看看 拉起來這辣椒好開心的耶 有沒有人會像我挖這麼大一坨吃啊 真的嗎 泰國人真的挖這麼大坨吃 不要騙我喔 真的不辣耶 真的沒有那麼辣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辣 你看我剛剛挖那一大坨 都已經有我那個大拇指 這麼大一坨了 可是它吃起來 它其實是辣椒 香味比較重 好香喔 而且你知道它有那個牽絲菜絲 加上那個豬皮脆脆這樣口感 這好好吃喔 這好出乎我意料 下酒菜吃完了 那接著我們就去下一區吧 也像是錯誤示範 在超市裡呢 也不要這樣子蛇行駕駛 不過呢 我告訴你來到泰國當店的 一定要買的就是這個 蛇牌的爽生粉 很多觀光客啊 都一定會到那種各大量飯店 或是便利商店 大掃貨這一罐 因為你知道 泰國就是一年四季如下 非常的熱 所以他們的爽生粉 使用率非常高 你看喔 光是蛇牌 這個品牌 哇選擇好多喔 有海洋系列啊 經典款啊 還有 你看還有殺菌的 這邊很多很多 而且有分大小罐 小罐的呢 一個呢 才31塊 還有像這種大罐的 你看看 雙份量 一罐呢 58塊 它很夠意思喔 還有稍微打個遮一下 來這邊呢 你就是可以這樣子 大撒貨 你沒有聽錯喔 英國品牌 卻是在泰國設廠製造的 蛇牌菲子粉 一罐只有銅板價格 不但是潮牌 還是老牌 將近60年的歷史喔 因為爽生粉內 添加薄荷成粉 在炎熱的夏天 撒在皮膚上 瞬間就會感到無比盡量 而且效果持久 不用飛去歐洲就可以買到 可是我告訴你喔 只是買12牌的話 遜掉了 這裡這麼多選擇 怎麼可能會只有一個牌子呢 你往後看一下 有沒有這邊 其實很多啊 國際品牌 或是其他各大品牌 它們也有出 而且不是只是一般的 爽生粉而已喔 它連這種控油的款式 跟防載係數 各種功能它有顧到耶 而且這個是上面這個BB 有沒有看到這兩個字 沒有錯 就是我們常常有的那種BB霜 而且它這裡是把爽生粉 也做成有BB霜那種功能耶 其實很多啊 國際品牌 或是其他各大品牌 它們也有出 而且不是只是一般的爽生粉而已喔 它連這種控油的款式 跟防曬係數 各種功能它有顧到耶 而且這個是 上面這個BB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字 沒有錯 就是我們常常有的那種BB霜 可是我們一般擦的時候啊 都是那種狗狗的那種液狀啊之類 但是它這裡也是把爽生粉 也做成有BB霜那種功能耶 大家有一點試用看看 喔 擦太多 可是欸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有沒有 它這個呢 跟我們一般爽生粉白色不一樣 它是有帶一點那種膚色 還有潤色效果耶 好細喔 欸我跟你說喔 他們擦這個爽生粉啊 還真的不是說只有擦身體 是真的連臉上喔 你會看到在廁所的時候 他們也會這樣子在那邊鋪 它這個款式是控油款 可能有加一點那種成分配方在裡面 對 你看擦完以後 整個手摸起來超滑超滑溜的 要不要摸一下 有好坑耶 有喔 有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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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滑吧 你看我剛剛抹這樣子一大塊 其實它整個推開以後啊 它並沒有色彩我們想像的那麼誇張 而且還有帶一點燭光效果耶 超順的 除了泰國女人最愛的BB廢子粉 還有愛玩客大推的男性專用酷糧爽生粉 灑上之後還有淡淡男性香水味 一罐竟然只賣三十元 你以為便宜減超貨結束了嗎 接下來就更經典了 不過當然呢 當地品牌一定能錯過啦 尤其是當地歷史悠久 連皇室都愛用的 就是這個 小股豆子的 阿公阿嬤牌香皂 這個真的超便宜的耶 這個呢 一塊只要泰銖三十五塊而已 差不多是台幣三十五塊左右 其實啊 這個阿嬤牌呢 的香皂呢 它啊 據說 據說 就是人家在用啦 還有它後面自己有寫說 它這一款啊 還有可以那種 抑制黑斑 生成的那個效果 你知道女生就是最怕會這個東西長成了 但是看起來會很老氣 這個其實我的效果 那阿公牌呢 阿公牌就是真的說 它的功用就是防蚊的 它味道有那種涼涼的 感覺很多藥草 還有一點那種 你知道 樟木的那種味道在裡面 綜合的 哇 所以這一款阿公牌 我吸太大力了 這一款阿公牌 它可以防蚊 這一款阿嬤牌 這個阿公牌太強了 我這樣吸了一口 我整個鼻子都受不了 我今天旁邊之後 我應該不可能有蚊子接近了吧 我自己都快被虛死了 阿公牌防蚊 阿嬤牌防黑蚊 那到底效果如何呢 這一個有感覺很強 這一個呢 就買回去多洗幾次就知道了 這我需要 我買回去看看 每個城市都有許多小角落 蘋藏著光芒 也深藏著魅力 卻常常被我們忽略 在小姿一族最愛的購物天堂 曼谷 花小千也能發現它的美 勇於發掘 壯出膽子 才能壯出更多美好的回憶 因為通常一般吃豬肋排 如果吃太多 會覺得太膩了 厲害 好不好 沒關係 走不是怎麼回事啦 還是 沒關係 他們剛剛都有眉拍 我沒有人看到 但是我害你笑嘗 剛剛一口雙眼線 不然讓我閉嘴 啪啪 一千三百塊 還有放 Taliban 第一回事 坐蛋 吧 在波神 離開 躁 面 時 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